的確真的是 有人要置川普於死地嗎 大家都很關心這個事件 發生在美國時間 15號的下午2點左右 地點就在你畫面上看到的 佛州棕櫚灘的附近 事實上這個地方 是川普自己的海湖莊園 也在此 另外還有他的高爾夫球場 現在現場畫面看到的情況就是 早已拉起封鎖線 早有大量警車在現場戒備 川普事實上在發生 這一次險些遭到槍擊事件的時候 仁正在打高爾夫球 而當時其實特勤員員 注意到了在訴從裡頭 疑似有人要持槍 要朝川普這一邊發射 所以他們才緊急開槍 雙方駁火大概四槍左右 槍手最後是把這個槍支流 打槍支帶走之後逃逸 最後是在95號洲際公路上被發現 而當場逮到的時候 其實槍手態度是非常冷靜的 好 那麼這整個犯案過程 其實讓大家很驚恐 因為川普的身分 不只是前總統 也是這一次共和黨代表 參選總統的候選人 所以現在當然就會讓大家擔心 是不是候選的維安 已經出了很大的問題 不過在之前我們先來看看 槍手身分到底是什麼 根據外媒的追查發現 這名槍手畫面上看到的 他是58歲的魯斯 是夏威夷人 好 事實上來講 他其實過去在網路上面 就被很多網友翻出 他有一些極左派偏激的言論 比方說什麼 他其實是大力支持烏克蘭 來打擊俄羅斯 他甚至曾經描述說 當時2022年開戰的時候 他也想去烏克蘭打仗 不過他已經56歲了 所以當時並沒有徵招入伍 但是他極力支持 甚至還認為說 烏克蘭應該要 在這場戰鬥當中取得勝利 另外他也有在言論當中挺台灣 甚至他說了 應該要像阿富汗戰爭的時候一樣 派軍前往台灣 畫面上看到的是他現場 在槍擊案發生過後 發現的兩個背包 另外在現場 當然他使用的槍支是AK步槍 另外警方也說了 還發現了一個GoPro 那麼研判他可能是要把自己的 刑刺過程拍攝影片 所以很多人說 這個槍手實在是有夠冷靜的 好 我們就來看看維安 透過字卡帶大家來看看 為何這一次會在高球場出問題 事實上就有當地佛州的一些官員 他們就講了 其實這個高球場 一直都是維安非常難以防護的區域 我們就從這張圖看到 這高球場其實就是在畫面上 看到這個大塊的區域 好 這個區域其實可以看到 周邊都有零一些道路 所以事實上來講 加上你可以看到有很多的草叢 這一些地方都很容易隱匿槍手 所以川普現在已經不是總統身分了 他因為是現任總統 所以他的維安規格是有限的 專家都說如果他還是總統的話 他基本上現場維安會是整個 把高球場周邊包圍起來的 另外就我們提到了 他零的公路 加上又有樹木山丘 所以很容易讓暗殺者隱藏 那麼基本上專家也說 特勤人員該做的都已經做到了 基本上是已經盡量 做到維安的可能了 但是基本上說現在川普 因為已經不是現任總統 甚至有說 如果你在周邊道路 往裡頭看 都看到川普在打球 好 兩個月遭遇到了 兩次遇襲事件 川普怎麼回應呢 川普就說了他永遠不會投降 就是他在社群媒體 這樣講後首次的發聲 另外美國總統拜登還有對手賀錦麗 也在第一時間譴責暴力 同時賀錦麗也說了 在美國暴力事件絕對不容許發聲 只是現在美國的社會氛圍是這樣的 共和民主兩黨對立情況 越來越嚴重 社會激化的氛圍 也有專家認為 類似的這種政治暴力事件 未來恐怕會陸續的發生 這當然也是美國社會當中一大隱憂 以上就是國際推播話題 時間交換給文化